我会觉得 但是如果说你们有budget 如果说你们没有budget 你们请不起professional的话 请不起 嗨 大家 欢迎回到另一期视频 Live Conversations Thursday 我们又有Max和R 所以今天我们想分享一些东西 对于婚姻在结婚的结婚 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 是午饭 对于婚姻在结婚 我会觉得不论是晚餐或者午餐的话 你们能够供给我的话 也会非常好 我会议计不要让我们和你们的来宾 坐在桶桶桌子上面 因为我们实际上 carry 我们的gear 所以带着相机去吃饭 我又觉得会引证到你的来宾 突发的状况 我要去拍的时候 我觉得会比较难走到 所以通常我会觉得 你们可以供给我一个meal 然后我坐在一旁 自己吃就行了 就是behind the scenes 对 所以普通常拍摄 会比较快 on-the-go lunch 所以它比较容易 让他们摸摸 或者摸摸的时刻 比较容易 所以我其实有几个朋友 在结婚 结婚 他们在问我 是需要一个日常日的拍摄 是重要的吗 我觉得 来到你们的actual day 我觉得摄影 拍照是一定要赢的 因为你们的全家 包括table-to-table的照片 还有一些moment的照片 就是我们这些专业的摄影师 我能够帮你capture的画面 那如果说 可能你是我的朋友 他们有说 哎呀不用紧啊 我叫我的朋友 是relative来做photographer咯 你会 你觉得你会encourage这种东西吗 至于找朋友来帮你拍照 我真的是觉得 我不推荐这样子做 因为说如果 他帮你拍照 那么他是一个guest 还是他是一个做工的人 他也不能够充分参与你的婚礼 而且糟糕的是 如果他拍不好 或者有些画面没有拍到的话 那你怪他吗 哦 对 会有一些尴尬的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 找一个职业的摄影师 比较好 in a way we are paying for a service instead of like more of a favor yeah true true customers他们是有photographer 跟videographer 跟videographer but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些可能他们找的 也是朋友拍的video 这个是什么想法 朋友拍 但是我当然会希望他的朋友是professional 因为说professional的话 当我们和摄影师在一起拍 我们会知道什么画面 我们应该 avoid 比如说 我现在正在拍couple 警察 and then videographer 如果他出现在我们对面的话 他也请入镜 我就觉得professional 是不会这样子做的 是 但是如果你是让朋友来帮你 充当录影师 有可能这个情况就会出现 或者是当你们在march in的时候 结果你的朋友就拿着ipad 还是什么 现在的osmo pocket 就走出来红地铛上面 那其实我拍到的 就会是你的朋友 而不是你 哦 那如果是说 如果他们真的是 请朋友来帮忙的话 Is that a possible way 你们可能 beforehand you guys can meet up to discuss你们的choreography 可能你不要站这边先 还是什么之类的 OK好 或许有些人的朋友 是真的是很在拍这些短片 拍影片的 对 当然如果是说 你只听到你的朋友拍 我们视频见面 去了解一下当天的形成 and then我能够让他知道 在什么moment的时候 是尽可能 会要出现在我的画面 哦 OK啦 so还是 in a way there is still a meet up to discuss but I think I think a real I guess a professional videographer would be better would be more ideal right yes 因为 本真的经验是 以前试过一位 他 一位信念者 所以他找他的航班友来拍 他不是用手机 他是用osmo pocket ok 一个很mobile的video video recording tools 呃 他是 这位人 他这位人兄他很好 他的确很配合 尽量不感到我的画面 但是却因为他的那个 equipment 他是white angle 所以他是white angle 的话就代表他 他如果要拍close上的画面 他必须很靠近新娘子 哦 所以那我的画面 就会一直看到他在 信仰者的前面 哦 对 所以即使是说他愿意配合 但是或许是因为 equipment的关系 让他会一直进入到 摄影师的画面 I understand that definitely all the guests are invited here to celebrate the moment of the couples but I also see like me even for me 我也会拿camera 拍拍拍拍拍拍 有时会站到那个isle 之类 这种东西会不会 interrupt到你 会不会影响到 会 因为尤其是在marchin的画面的时候 如果说那个MC 能够帮我announce的话 我会真的很grateful 但是有一些来宾 他们会遵守 他们就站在r的外面 但是他们却把手和手机 带进来r的里面 这样子拍 他们就这样拉 对 所以我会 其实我真心建议 各位来宾的确是坐下来 拍照就好 可能或者是 就是坐下来拍照就好了 我会觉得整个画面会很好看 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说 maybe新郎新娘 能够在你们每位来宾的桌面上面 放个小小的notice 提醒他们说 在marchin的时候 maybe能够stay out of那个 红地毯 如果说你们是要拿到 新郎新娘marchin的美美的照片 当然过后摄影师准备好照片 我们也能够发一个google link 随便多把照片跟大家分享 好大家 所以我们已经到最终的节目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学习 一些点 你可能会失去 所以谢谢Max 你帮助我们 谢谢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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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陈西山 问太 eye 问太 eye 来